大家好,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又等来了陶欣生,今天陶欣生迟到了五分钟 是一个技术上的原因,不是陶欣生的问题 陶欣生能够上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感觉到很高兴了 因为现在没有陶欣生,有的网友说你们电视台办不下去了,完了 所以陶欣生这很直接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要做的节目还是特别关心 其实是表面上讲的是黎智英,实际上关心的是陶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黎智英先生被俘了以后,我接到了无数的这种网友的关切 所以陶欣生会怎么样了,我觉得陶欣生做了一个节目说没事啊 要抓也先抓董桥啊 我不知道董桥看了你的节目没有,看了这个节目他会不会打你啊 董桥本来是社长,现在已经没关系,他已经退休了啊 所以估计不会再抓任何人啊,董先生应该非常平安啊 但是大家还是有一点关心陶欣生啊,因为今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如果陶欣生被抓了以后,香港股市会跌一千点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人为言轻啊,再加上香港是个法治社会,知道吧 是个23条还没有立法啊,所以要抓这种发表言论的人啊,除非就是诽谤 其他的啊,不会有那个任何的啊,暂时不会有任何危险啊 啊,如果23条真的要实行的话,我们能不能请您到纽约来,您就来当这个啊,这个军队的社长 我就可以再希望 您给我办绿卡啊,我一定效劳啊,马上,咱们一点围定 啊,如果你来了以后,我们不下去了啊,这个何,何先生,您太谦虚了啊 啊,这个现在整个纽约跟这个北美啊,啊,您是言论重镇啊,你比黎智英啊,这个战略意义跟这个这个,这个重要性啊,更强 我跟你说,黎智英在海外没有市场的,因为他这个苹果没有视频,没有普通话,也没有海外版啊,你好,何老大你有啊,所以呢,你比他重要,对不对 你是万万不能退的啊,你是万万不能退的啊,你是万万不能退的啊,我是退不可以啊,我跟你当下属可以,但是,您打一马啊,移民美国,移民美国啊,啊,今天这个要谈是不是黎智英老板的问题,是不是啊 对啊,我们黎智英第一个是关心他的整个案子现在怎样一个情况,然后老百姓是怎么一个反应,他的案子到底怎么进去的,大家很关心这些细节啊 首先呢,黎智英是被控去年8月31号啊,参加一个警方没有批准的集会啊,呃,因为他们本来想这个批准这个,这个警方批准发出这个不反对通知书,但是警方没有发出,所以黎智英就带领一批基督教的这些教会的人士啊,在街上游行 所以着以这个罪名,把黎智英以及当天也有份集会的李作人跟那个杨森啊,也一块抓了啊,这个呢,以香港来说呢,有没有这条罪名非法集会呢,有 那黎智英当天有没有干犯这条罪名呢,这条罪呢,在表面正宫表面上也有啊,那如予以控告的话,这里头有个手续 就是28小时之内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予以控告,那现在的已经经过这一关了,定在5月是不是上唐 然后呢,交给法官来判啊,非法集会呢,在香港呢,这个呃,法律的最高是三年啊,那么以这个这几年的先例 我估计这个黎智英这个非法集会,第一他是出犯 我估计有一半的机会是罚款啊,另一半的机会呢,可能是这个判,判入狱啊,大概呃,一个月到六个星期左右 这是我的估计啊,所以呢,这个对于黎智英先生来说,可能他早有这个心理准备啊,嗯 当然,判入狱来说不会太严重,但是是象征意义非常重要 就是说中医对黎智英这种人啊,这个以办报和言论为主的人动手了 这个在象征意义非常重要,所以美国国会跟国务院啊都发表了讲话 这个声明,表示观众啊,嗯,但是为什么这么轻的这个罪行,要把动作弄得这么大,一般老微信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弄得这么大的动作,因为这种事情呢,你是可拘就可不拘就的,这一般意义来讲,是不是? 啊,第一,呃,这个非法集会,呃,不一定要要抓的,因为非法集会,一集会可能有两三万人 那你抓的是,驱捕呢,是驱捕不了的,所以这里头如果存在对驱捕的一种选择性 为什么不抓其他的,抓头,就是可能认为你是你是头,要么我也不抓其他人抓你 这里头就有一个政治检控的一个选择性,这是第一 第二,去取驱捕黎智英,动用香港的湾仔警处的,警处的,叫重案组啊 啊,而且姿态非常高,啊,两三两,两这个警车,十几,大概至少有十来个人 啊,白天,天一早摸黑的到他家门拍门,这动用到重案组啊,我们都知道这是很可笑的 在英国领导的时代,重案组是指这种谋杀啦,啊,持枪这个抢银行啦,啊 或者是这种特别的暴力的行为啊,啊,这种谋杀碎司啊,这种的叫重案组啊 啊,但是抓黎智英,用到重案组呢,这也是个政治姿态,是故意啊,啊,啊,劳斯动众,对其他参与非法集会的人予以主,主客,当然移交法官以后,我们到香港,以现在的三权分立 如果你还相信基本法制定的司法独立的话,那么法官怎么判,那个特局政府管不到啊,但是如果啊,现在这个罪名是地方裁判署啊,有这个权利来判的,所以可能就是一个月啊,或者是交几千块啊,这样,但是啊,这个律政司,以这个判决过清为由啊,然后把他申诉到这个 这个啊,这个啊,上诉庭啊,那现在这个上诉庭跟高等法院就有若干的法官呢,啊,是比较亲中的,那个那个阶段就不好说了,所以啊,对于黎智英来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司法的战役啊,不过呢,他对他来说,他对这个早有心理准备,我看也不会,他也不会怕啊,对,我们海外的观众啊,对黎智英先生是知道其 大名,但是对他的评价,对他的这个背景的了解不是那么多,您能不能简单讲一下,他在香港这个认断中间,作为一个报纸老板,怎么会起这样的作用,因为一般报纸的老板,都是隐藏在后面的,啊,因为很多人就是有情人嘛,他在办了这么一个媒体,啊,当然也有一些媒体人士,啊,可以站在前面的,但是相对来讲,像黎智英先生这样,成为一个 民主运动的一个,一个领袖性的人物,你不觉得他的角色和媒体老板有冲突吗,啊,李智英是1962年,据他自己说,12岁的时候,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你们知道,大家知道,62年是大要劲,啊,在广东呢,也有大饥荒,所以他翻山越岭啊,带着饥饿,就跑到香港来,那么在他家乡啊, 他看到他的祖母啊,作为一个地主婆啊,啊,被逗得拾去我来,所以他来了香港以后,就怀着对中共呢,啊,这个不满,那么,然后呢,他自己,呃,白手新家,啊,在这个企业公司之间,啊,当小师,然后呢,呃,呃,结识了一个香港的,呃,工业家叫这个姓张的,啊,呃,这个,自由党的一个创始人, 啊,跟着他做生意,啊,然后由于他勤奋,啊,那些纺织品啊,什么这个,就让他到美国去谈,啊,拿这个原材料啊,什么,所以第一个慧眼提拔,黎智英的,叫张建权,啊,建就是以此为建的权,权就是泉水的权,胡桃权的权,那么, 啊,好的,以后来呢,就做t-shirt。嗯。 嗯,嗯。 那个时候穿个T恤 他打的名字 就替他带了金 喂 你们听到吗 刚才听不太清楚 这个地方有点卡 现在好像您的网速有点问题 那么后来他做T恤以后就发财了 麻烦你把前面的几句话再重复讲一下 可能没有听清楚 那么他跟着张建权以后就自立门户 做T恤的生意 结果80年代初期就发财了 发财以后他没有忘记他的那种政治理念 就是他觉得香港这个地方让他发财就有自由跟人权 那个时候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订 再加上八九六四 所以那个黎智英就带头造了一批支持六四的这个民运学生的T恤 在香港大卖 然后呢在1989年 这个声讨这个六四镇压第一场大集会里头 他就站在台上 那是他一举成名 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啊 应该告别这个成衣制造业 结果后来他就沉着这个六四的效应 在香港办起了一个叫一周刊 一周刊本来是一本周刊 一星期初一次 他就请来了一批知识分子 市场学专家 他自己决定用这个要用T恤的市场经验拿来做出版 这个一周刊办了以后非常成功 因为那个时候能够吸引香港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来看 那个时候当时这个一周刊一出啊 一出版呢 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 爆料啊 就是说要揭发这种香港上流社会的 这种隐私或者是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那么然后非常成功以后 就让他1995年96年就成立这个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呢也非常成功 但是他走的是狗宅队的路线 派这个像这个学这个英国的太阳报小报一样 派这个派这个记者啊 跟着这些明星啊 后面啊就派这个一些照片 报了他的私影啊 然后呢又揭发 后来啊这个香港的一些政界人物 比如说陈建南啊 香港的民间联队胡干 干部陈建南什么 啊私底下这个公职人员行为适当就是收的钱 而且后来财政司司长梁景松啊 啊这个趁着这个财政预算案对汽车税减免的以前他自己买的汽车啊 然后呢啊他报这些料出来让他这个苹果日报销量非常的好啊 啊那后来呢他就跑到台湾照样的在台湾办的这个啊一周刊跟苹果日报 然后他说野心更扩大到在香港办一个叫苹果出销 苹果出销就是像今天的这个美国啊 这个阿玛送一样 他给你买货送上门 但是这个呢 这个实验办的不成功 因为香港香港人不喜欢啊在网上或者电话订购去什么牛奶啊火腿啊白米啊他喜欢到超级市场自己看自己弄啊 所以这个苹果出销呢就让他亏本亏了十几亿啊 那么然后呢啊十几亿港币 然后到了千禧年他认为要在台湾办电视台啊他在这个台湾版的苹果跟一周刊 成功以后他要在台湾办电视台 但是因为姿态啊姿态弄得太高了 他说我要在台湾办电视台 我要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生态发挥影响啊 他说因为台湾有民主自由 我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台湾可以一人一票选这个选这个呃总统 所以我要在那搞电视台 但是这个姿态弄得太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两党一个国民党一个民进党 他各自有自己的电视台 国民党有这个华视对不对 然后民政党有什么 国民党有华视有中天 清民进党的有这个三立有东升 你作为一个外人把一只脚踩进来要搞电视台 而且还明言说要对台湾的民主发挥影响 那两个党都会团结起来排击你 所以他在电视台湾搞这个电视也不是太成功 但是这里头砸了也大概据我猜想要20多亿 结果后来也泡了汤 如果黎智英不搞这个苹果出销跟台湾的电视 这省下来自四五十亿 在香港这个2003年在香港买两栋房子大厦 到了今天他的身家 我看会超过100亿 当然要卖的即使他应该跟着李嘉诚 李嘉诚买进他就买进 李嘉诚脱手他就脱手 他到了今天会超过100亿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有理想的老板 他跟别人不同 他曾经说这个钱我闲的钱太多了 我不要那么多钱钱太多了我发愁 钱有一定的数量 我拿这个钱去做有我喜欢做的事 所以他现在就 但是这个传媒到了21世纪遇到网络的挑战 他也拼命的寻求这个转型 比方讲他是把苹果 一周看最早发展这个网络版的 他的反应非常快的 所以现在这个苹果跟一周看在香港的网络 他登记了大概200多万这个会员 然后这200多万都要给钱的 然后网络的广告还不错 总算是打开局面 但是报纸呢 因为受到中国政协副主席离治 这个梁振英带头要制裁 加上中共在香港 这个中联办也给各些企业商家发电话 施压不许在苹果日报下广告 所以近年他的经营应该是很困难的 但是他这个人是有时候把理想的原则放在前面 他都已经70岁他不怕 这个坐牢两三个星期甚至三两个月 我估计完全在他的预算之中 这个他喜欢兴风作浪 他自己说的 我就是一个生来喜欢兴风作浪的人 所以这种人有大闹天空的孙悟空的性格 这个你们看西游记的头十回 这个花果山水连洞 自成一角自立山头 一帮楼罗在那里捂刀弄枪 然后向这个玉皇大帝灵霄殿南天门校正 又跑到阎王老子那边 传改生死部 生死部 跑到那个龙宫那里 要一个定海神针 那这是性格决定命运 黎智英这个人闲不下来的 你要叫他说哎呀别搞那么多了 哎呀不要跟中共着队啊 跟中共着队是没有用的啊 你现在哪里都赚了这么多钱 还是要啊呃要韬光养晦那么几年啊 他不干他不相信韬光养晦啊 他要正正高潮啊 绝对毫无冷藏 他是个人生的哲学之间 所以他成也黎智英 有时候我不能说败 他非常成功 有时候遇到挫折 也是这种黎智英的性格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 可以买来的 黎智英的